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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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请坐 请看《大圣无量寿经界》 第二百二十九面 第二百二十九面 第三项 法葬白言 为愿世尊 带词听察 老居士的住戒 听者耳闻也 察者心中神师也 这个很明白 背疏弱如来听其说明 照察丹成 故患听察 故经意为法葬菩萨 请求世尊 谁辞于我 听我所说 监我诚心 以下法葬陈说 所发大愿 这三句是世间自在王佛 要求法葬 将其所建成的极乐世界 向大家做详细的报告 这三句是陈说 请听 公公敬敬地请佛 与大家听他的报告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我若正德无上菩提 成正觉意 所居佛策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这一段是总说 也就是他报告的总纲领 下面是细说 具足哪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呢? 所以底下一共二十四章 四十八月 没有有地狱 恶鬼 禽兽 冤非远动之类 这里讲三恶度 在那里的世界是没有的 虽然有六度 但是这三度是没有的 所有一切众生 以及严摩罗界 三恶度中来生我残 受我法化 色成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服更多恶趣 得是愿乃作坟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这一段是第二缘 不得恶道 第一是国无恶道 第二缘是不得恶趣 哪个地方来往生的人不堕呢? 饿鬼地狱 增到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都不会堕三恶度 我们看到经文 这两个缘 放在最前面 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 它在五劫 参观、考察、修学之中 变历、十方、三势 一切诸佛拆土 一定看到有很多世界 诸佛拆土 通通都有六道轮回 都有三恶度 六道轮回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法狀 法狀 所发的 红缘 决定就没有 这个缘 在里面 而且 将这个缘 放在最前面 给我们高度的警觉 我相信 我相信 稍为聪明一些的人 有一些善根的人 一读这个愿文 立即就能够知道 西方世界 但是 无比的殊胜 殊胜在哪里呢 就是殊胜在这里 就是殊胜在这里 那么 恶道是怎样来的呢 大程教里面 佛说很多 我们读了很多 现在我们先看 黄念老的注解 首四句就是讲的总纲 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 重括全部大愿 愿我成佛时所居的佛察 具足无量 无法以数量表示 成妙功德 具足无量 清淨庄严 这是总说 现在他的愿 满了 完全实现了 不是讲讲就算的 他已经全部都做到了 将极乐世界造成了 再报告 过去我经常说 这是圣人 这个不是凡夫 做到之后再说 人家不能够不相信 讲到决定可以做到 这个是言人 讲到做不到 这个是骗人的 发葬比丘做到了 花了多少时间呢 前面 报告里头 我们知道五劫的时间 是这么长的时间 佛的寿命长 无量寿 我们看五劫很长很长 像我们这些人间 花了五年的时间 建成 建成 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巨足无量圣妙功德 巨足无量清净庄严 美好到极处 这样一个修学的环境出现了 现在 我们在前年 学习的时候提到歌 这个道场的成就 是十方诛佛如来 就是 所有一切拆土 美善的集大成 都是这里 你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就是一切诸佛拆土里面 最美好的 圣妙功德 清静庄严 现在 统统集中在这个地区 那就是超圣一切诸佛拆土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建成的 下面 和我们解释 巨足是什么意思 圆满的意思 周遍含涉 无欠无遇 阿弥陀佛在里面建成功 所具功德与庄严 佳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 用心思去想的 你想不到的 亦都没有办法 用言语来议论的 叫不可思 不可疑 超情未见 在大圣佛法里面说 就是第六识 第七识 第六识 是说前五识 六度凡夫的众生 所用的心 在佛法里面叫白识 眼耳鼻舌 眼耳鼻舌身 这个叫前五识 它有角有知 除此之外 里面有第六识 思维 我们一般说分别 第七识 末拿 更深一层 情汁 执着 这个身是我的 执着 贪 亲 痴 慢 更深的是 阿拉耶识 好像一个资料库 一样 无始劫以来 你生生世世 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统统都有完整的 资料档案 在阿拉耶识里面 阿拉耶识系的资料库 通通都可以拿出来看的 没有法子捏的 捏不到的 完全的资料保存在那里 谁保存呢 你自己保存的 什么人能够看到呢 你看看 前面讲神通的时候 他心通 宿命通的人 就看到了 你的资料库里头 有什么在里面呢 定供钱的人 看到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心床在底层的 他看不到 定供心的人 明心见性的菩萨 几乎全都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假的 如果你能够相信 你能够肯定 你就会跟诸佛菩萨一样 不但不能做害众生的事 一个不善的念头 都不敢起 你 为什么呢 有记录 遍法界 虚空一切 有情众生都知道 你能够欺骗哪个人 只有欺骗自己 叫自欺欺人 做这些事情 哪一天觉悟过来 你自己完全明白 所以明白这些事情的真相 我们在现前 处世代人的心态 自然就改变了 第一个 决定没有恶念 不能够有不善的行为 第二个 可以原谅一切 造作罪业的众生 为什么会原谅他 他做这些事情 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即是他是真的不是假的 只是现在他在迷 因为我已经开始觉悟了 所以感到很幸运 灾初的恶事 不可以去责备他 原是什么呢 因果 各人承当 下面讲恶道 讲三恶道 讲不到恶道 这两个愿 就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想想做作恶业的人 他的本性也是本善 他本来也是佛菩萨 上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他沦落到山徒 受这种苦报 我们所生的是联吻心 不是责备心 同情心 能帮到他吗 帮不上 为什么 各人因果 各人承当 没有法子代替 是责任的 我们做作这些重业 还有没有得足够呢 答案是有的 只要你回头就有救 回头事案 入忽门 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三归依 三归依是什么意思呢 三归依是回头 真的觉悟 归依佛 佛是觉的意思 我从前迷惑颠倒 现在我要从迷惑颠倒回头 这个叫归 归依是依靠 依靠自圣觉 就是依靠佛菩萨 佛菩萨是智圣觉 他们是已经觉悟的人 我现在想觉 还未有真正觉悟 希望他来教导我 是这样的意思 佛菩萨用什么来教我们呢 首先是用经典 你从经典入门 经典这个根扎好了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全都是智圣觉 你的功夫就得力了 你把经典所说的这些理论 这些道理 智慧 方法 全都用到 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上 用在处事代人之物 没有一样你不觉悟 你就跟诸佛菩萨 无意无别 不再迷惑 不再颠倒 不再有恶念 不再有不善的行为 那你就觉悟了 这三皈依的头一条 第二条 皈依法 法是正知正见 我们现在看的事 看错了 我们考虑的问题想错了 现在从这些地方回头 从错误的看法 想法回头 以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就是经典 所以经典称为法宝 我们要对祂尊重 要向祂敬礼 不能够轻慢 为什么 这是自己自性所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 你要轻慢经典就轻慢性德 道理在此 所以祖师大德们先提倡 先教导我们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 无论是自己读诵或是听讲 你能得到多少利益 与经典没有相关 与讲解的刑也不相关 是与你自己的真诚心有关 有几分真诚 你就得几分利益 与这些有关 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能达到什么境界 达到什么层次 与其他人全没有关系 与佛菩萨都没有关系 都是自己的真诚 你有多少真诚 亦都不在时间的长短 这个人学了三五十年 我才学了几天 这个无关系 可能有些人学了几天 就超过别人三五十年 三五十年没有真诚 你这四五天用真诚心 这个也无所谓 关键就是真诚 关键就是你真的肯回头 真的愿意回头 佛一说 你真就回头了 关键就是这里 这个叫归法 从邪知邪见 回头来 依正知正见 第三个叫归生 生是全法的人 我们得到法 看不明白 要这些修行的人 讲给我们听 为我们启蒙 他们是有修学的经验 将他们的经验提出来 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从这里获得啟示 所以叫做增补 我们真的回头 从一切淹污回头来 依清静心 这个才可以受益 古来祖师大德有个比喻 将佛法比喻作提呼 提呼 提呼是古印度最好的饮料 提呼 我们想问人家要一杯提呼 我们拿了茶碗 这个茶碗里有毒 提呼倒进去之后 也变成毒药 是我们的心脏 如何才可以接受呢 将茶杯洗得干干净净 你再去要人家给你 你真的受用了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也很明白 我们的毒药 看我们的毒药是什么呢 贪、亲、痴、万、疑 这个叫五毒 里面有这些东西 佛菩萨将无上菩提送给你 这个提呼里面有一滴毒药 就全部都变成毒药 一支豪的毒药 都不可以在里面 这些才是真正得到无上妙法 开经解一头就说了 无上甚深不微妙法 所以学习基本的态度就是清淨心 我们心不清淨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将不清淨的心放下 用清淨的心来听 虽然时间很短 我们在这个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的清淨心 你就能够得到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利益 心不清淨的时候 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 那不是白说吗? 没有白说 那是怎样说呢? 不理会怎样 他叫色女头 落下的种子是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他现在不能够理解 他不懂 所以目前他不得受用 什么时候得受用? 什么时候恢复清淨心 什么时候就得受用了? 这叫真正的三鸡意 所以三鸡意不容易 我们现在初学佛 受三鸡意 和大家说 这是名字鸡意 有名无实 有这样的形式 没有这个实质 同时我们受三鸡意的时候 全受三鸡意的老师 也没有说清楚 这是真的 归意了 到底归意什么呢? 不知道 我归意三鸡 什么叫三鸡? 佛法僧 什么叫佛法僧? 不知道 在这里 经常说 真正接受三鸡 你就有三十六位 护法僧 日夜保护你 你不会遇到灾难 护法僧保佑你 但是不是真的鸡意 护法僧不会来的 真的归意才有 真的归意才有 真的持戒才有护戒神 不是受了戒便有戒神 受了三鸡便有护法神 没有这个道理 这些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他的事实 他决定不是迷信 不可思议 超情离见 非思量分别知所能知 思是第七色 分别就是第六色 对不是第六色 第七色 所能圆得到的 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马明菩萨在《喜讯论》里面 教我们去听讲 第一个 不执着 言说上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看经本的时候 不要执着文字上 为什么呢? 言语跟文字是工具 能不能够将真相说出来呢? 和大家说 说不出来 这是真的 叫不可思议 但是 离开语言文字 那就没有办法 你决定找不到 所以用原语文字做一个方便 你引导你 好比走路 你不懂路 原路给你一个指路牌 告诉你 这个方向 从哪里去 别走哪条路 你不可以执着 看到这个路牌 到北京去的 一看 北京就到了 就以为到了 那你就错了 大错特错 语文字就好像指路牌一样 你沿着这个路走 你要把它写掉 你不可以执着它 照着它所指的方向去迈进 你一定会到目的地 目的地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解释 不可思议 这句话的意思 下面《华言经》 读明 是事无外之不可思议境界 华言是大乘佛教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我们这一代的人 很可怜 很苦 生活在这个动乱的时代 在全世界历史里面所没有的混乱 众生没有福报 我亦没有福报 几十年来 总想有一个地方 能够定下来 将这些大乘经典 跟有缘的同学们一起学习 好好讲一遍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每天讲经 我所能体会到的 不止八个小时 就是唐朝清凉国师 他老人家住五台山 每天讲《华言经》 我估计他至少八个小时 他老人家说了五十年 说了五十篇 很多人开悟 我们今天没有福报 市场经典 每个小时 都有一些障碍 我过社会挺幸运 자기 Simple 그를遵使 kamu 是什么有福报 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他障碍这些 就是障碍一些有缘众生文化的机缘 他障碍这个 没有障碍我 我没有堕落 我没有走上邪道 由此可知 一个真正发心精进不懈的人 有没有人能够障碍他 没有,不可能 能障碍些什么呢? 如果你有明文利养,他便会障碍你 障碍你的明文利养 这些修行人都不要 要做什么呢? 所以便没有发指障碍你 破坏你 障碍你,让人家对你信心动摇 不如意跟你学 这句 愚外有没有相干呢? 没有相干 没有障碍我 这个障碍这些众生 将他的听经文化的缘都断了 将来戒律上结罪是跟他结罪 跟我不结罪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要将事实真相统统搞清楚之后 你就仿然大悟 你就明白了 这个起心动念所作所为 你做作是什么? 你将来承受的是什么果报? 你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这一生说了两次 也没有说完 第一次是 在三十多年前 断断续续说 因为我们常常在国际上旅行 一年三、四个月 差不多就是这样 每年可以说三、四个月 说了十多年 说了一半 这个时候 没有关系 络row 这是一些科技售 To ją持续续设备 这一次 是九九年 九八年 我九九年 移民到新加坡 李牧原居士 再请我讲这部大经 一直讲到现在 讲了四千个小时 不到五千个小时 讲到十注品 全经五分之一 四千个小时 如果全经讲完 就算四千个小时 还要一万六千个小时 我估计的是两万个小时 将这部经讲完 所以没有环境就不行 因为环境住在这个地方 哪里都不去 我现在的精神体力 一天讲四个小时 没有问题 不会觉得累 大家想想 一天四个小时 十天四十 一百天四百 一年算三百六十天 我相信差不多十年 这部华严经可以讲完 我讲得很细 我讲得很细 跟讲这部经一样 如果真有缘分 住在这个地方 二十年三十年 不要动就成功 就完美了 所以要看我们有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那就没有办法 是要很大很大的福报 不是小福报 可以说是古今以来稀有的福报 《华严经》的读名 只有《华严经》里说 其他经典佛没有讲过 世事无碍 不可思议的境界 《华严经》 《华严经》 此一段 在过去拥里面 将十元门 亦详细做了这个报告 前面讲过《金经》 现在看我们这部经 阿弥陀佛即是疲劳遮那如来 阿弥陀佛是报身 疲劳遮那佛是发身佛 发身是体 到身是上 净化身是作用 阿弥陀经上讲体上用 用大方讲三个字 表示大是发身 方是报身 港是应化身 港是作用 再用港大 一即是三 三即是一 三身佛是哪个呢 和大家讲是自己自圣里面的三身佛 阿弥陀佛是哪个呢 是自己的报身 毗劳遮那是自己的发身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自己的应化身 自他是不一不是二 这叫世事无碍 这叫世事无碍 发身 披萎佛喳佛 这名号是印度话 而育成中国的意思叫 遍一切处 换句话说 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没有形相 用现在的话来说,发生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 它是物质精神的本体 哲学的名字叫本体 物质从哪里来,精神从哪里来 是从它的变现出来 但是它本身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 佛法有很多名称 佛经女佛至少有五十种以上的名称 说这件事情 佛为何用这么多名称来说一件事情呢? 叫你们对明相不要执着,明相是假的 你明白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一执着就错了 你就着相了 这是菩萨教化的善巧 教我们不执着明相 要懂得实质 你真正才能够误入 阿弥陀佛的身体 阿弥陀佛就是相 正清静 我们的心潜污了 阿弥陀佛的心里面 不但没有贪亲痴万疑 分别执着都没有 不单止分别执着都没有 六根在六层境界 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 这就叫做报身 如果起心动念 这就不是叫报身 叫应发身 我们的新是应发身 我们是什么是应发身 是善考业报应发身 这个是非常低级的 简单来说 我们的新是善恶业报身 过去生中做的善业 现在在人间享福 有福报 过去生中做很多不善业 你现在在人间受苦 受苦受难 有福报的 佛家常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是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时候 善业报尽 善业报尽 报尽以后 中心点 又会到这里 对人间来投胎 由此可知 我们就明白 三线道 是销你的善业 叫销业 三恶道是销恶业的地方 通通通通通消耗 再到人间来修行 到人间来 你又做业 如果再做恶业 你再到三恶道去 你做善业 你做人间两道去 幸福 最难得 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几分之几的人 遇到佛法 闻到佛法 我们依照世间上 这些宗教家他们的说法 大概十分之一 五道一半 十分之一 我们现在概略地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信仰宗教的人数 是以基督教和天主教最多 这两个教合起来 大概超过二十亿人 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次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朋友告诉我 他们的教友 大概在全世界中 有十五亿 有这么多 佛教徒在全世界中 大概有七个亿 全世界 所以应该是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 所以应该是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 十个人才有一个佛教徒 这是世界上最多的三个宗教 我们再问一问 信仰佛教的人 就算七亿人 有几分之一 有几分之几 遇到真的正法 有几分之几 遇到真的正法 遇到正法 是不是真的相信 真相信的人 是不是真的理解 理解 是不是真的修行 一层一层的淘汰 淘汰最后的 真的 可能一万个人都找不到 愈来愈少 愈来愈少 找到淨土中 真正念佛往生的 能不能够有一万人 我想这个有可能 正宗同修 真正往生的 我相信有这么多人 那就很不得了 这一部无量寿经 对我们的帮助就是很大 现在世界上学法的人 真正学法 正宗中环是占多数 静土中最重要的是 断而生信 用什么方法断而呢?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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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就不违惑了 信心才能够建立 我们以一生的方向目标 确定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决定不变 决定不变 其他一切事业 是富业 可以做 可以不做 富业不能够妨碍我们的正业 正业是念佛求生正土 这个不能够妨碍 这一生能生极乐世界 我们的大功告成 阿弥陀佛 很辛苦 我们很感谢他 五劫的时间 造成极乐世界 我们呢 我们只要真正用一些功夫 三年到五年 我们就成就了 我们到极乐世界 跟他就平等了 换句说话 他用五劫 我们用五年 我们就平等 一点都不假的 真正上去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必须要知道 将这个世界要射得干干净净 不能够有丝毫的流暖 你才可以去得到 没有丝毫的流暖 这个经文 你才能够看得懂 才能够听得懂 为什么听不懂呢 因为你有障碍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牵挂 你没有放下 所以你听不懂 你放得越多 你懂的部分 就越多了 全方下 你就全懂了 不讲你也等 这是真正的 通通没有放下 你也听不懂 你也听不懂 这次 《华言经》 在新加坡开港 离开新加坡 我们讲经没有中断 在新加坡 我就做了一个比喻 因为华藏跟极乐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用新加坡做比喻 我讲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 这个城市 它是城市国家 极乐世界就是 是污泽路 新加坡最繁荣的一条街道 我说污泽道就是极乐世界 新加坡就是华藏世界 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最精彩的这条道路 大家就明白了 这是一不是二 曾华藏没有到极乐世界 曾极乐世界 就已经到了华藏 你要想一想 你不收淨土法门 你要想到华藏世界去 多难 层层关卡 头一个关卡就是六度轮回 你要能超过 超过之后 四星法界 这四度关卡 星魂圆觉菩萨佛 你才能够大切大悟 明心见性 不容易 在我们这个世界 你修行 你收到初禅 地禅 都相当不容易 何况收到四空天 行未出六度轮回 遇到这个法门 执持名号 横出三界 那就不费吹灰之力 你就超越十法界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是阿维悦至菩萨 这种真实的利益 去哪里找呢 在一切经典里面 除了《无量寿经》 你找不到 你找到华盐 华盐最后到《无量寿经》 带上 没有《无量寿经》 他就不圆满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一切经归华盐 华盐最后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一生人人成就 叫万修万人去 去不到 是你修行的不如法 你修得不如理 不如法 所以你没有俱成 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学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个地方引用《华盐经》 最重要的就是 事事无碍 这个境界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义步》跟正步 《义步》跟正步 《义步》是居住的环境 正步就是 《住在极乐世界》这些人 佛菩萨 具体是事事无碍 不可施以境界 一一圆句 一一圆句 《无尽圆门》 《无尽圆门》 《无埋圆门》 《十圆门》 《其中的一门》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专业 说不尽 无法想像 佛菩萨祖师最后一句话 只有正方知 怎样正?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样就正了 你就知道了 到极乐世界你才真是知道 这个经书里头 我们有分享里面 实在说,跟极乐世界实际上 这些功德专业 我们体会到的是 万分之一都不到 跟大家讲真话 你到极乐世界 你才见到大圆满 为什么不去呢? 由于功德专业,真正不可思议 故能令众生文明得福,文明发心,十年必生,敬得不退 你看这麽容易 文明得福,文明发心,都是真的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文明没有得福 好,我们文明心发不出来 我们文明心发不出来 我们文明心发不出来 但是,我们认为民心发不出来 初学的人 入门在哪里呢? 从界定位三学入门 到菩萨这个佳位 人家修行不叫三学 叫三位 三位是什么呢? 闻思修 提升了 闻思修一般人很难懂 我在早年 应该是四十多年前 大概四五十年前 我讲经五十年 大概前十年的时候 四十多年前 这个时候 台湾道安老法师 主持中国佛教会 一个大专佛学讲座 每一个星期天上课一次 就是利用学生的假期 同学们对佛法有兴趣的话 都来上课 我记得很殊性 这个时候报名的学生 有八百多人 在台湾北部地区 十几个学校 有一天 有一位同学 女同学 告诉我 他说 法师 我今天 听完这一堂 下次 我就不来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我现在懂得 闻思修的道理 我听经 已经听了两年多 我就明白了 我说 你不来回家去私 是不是 他说对 我说 私到两三年 你再去收 对不对 他是对的 好 那你今天的课 听了之后再说 我就特别 将闻思修 告诉大家 解释一下 闻思修 要这样解释的话 完全错了 你这样听了两年 听的是什么呢 道听途说 那不是文 诗是什么呢 胡思乱想 修的是什么呢 曼修核念 你搞这个不是就完了吗 我说 我说 你们现在科学的人 修戒定慰三学 三学 戒定慰 这个慰得到了 先叫三慰 三慰是什么呢 文慰思慰修慰 而云思修是一次完成 不是分三个的 文是什么呢 接触 或者是听到 或者是看到 一听就接触 叫做文慰 一接触就明了 明了叫思慰 一明了的时候 就破迷了 就开悟了 那叫修慰 所以它一次完成 它不是分三个阶段 戒定慰 真是相差三个段落 千辞戒再得定 恩戒得定 恩定开胃 它是有阶层的 文思修武 是一验之间完成的 这堂课 讲完之后 下课我问他 明天你来不来 他说来 我说你还有足够 不可以搞错 不可以搞错 由此可知 佛菩萨修行 比我们 确实是高明得多 我们哪有这种智慧 所以思是明了 修改正错误 我们一般说破迷开误 迷没有 明了之后 迷就没有了 重迷断迷 这个叫修 这个叫修 重觉悟 这个叫思慰 所以接触 叫做文迷 用这两个字再代表 智慧现前 可以用菩萨三迷 真是文明得福 为什麽 为什麽 看一文阿明台佛名号 他便明白了 他便将过去 不管收什么法门 都放弃了 他专心念佛 他不是得福 明白吗 以前修这些法门 一定要断烦恼 烦恼没有断 境界不能提升 现在知道这个法门 念阿咪陀佛 第一福报 第一智慧 无量功德庄严 都在这句佛号当中 怎麽不是福报 大福报 他明白了 所以这个文是三位 下面文明发心 智慧现前 哪有不发心的呢 发甚麽 发心去亲近阿弥陀佛 跟大家说 发心亲近阿弥陀佛 就是无上菩提心 你想想菩萨心是什麽意思呢 不是成佛道道众生吗 不是这个意思吗 到了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成佛道众生全都得到了 好了 某亦大师在 《弥陀经要解》里面说 发愿往生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是否我们有很多人怀疑 有很多乡下 老阿公、老阿婆 念佛往生 人们自知都不认识 没有读过书 他就知道 念这句阿弥陀佛 除此之外 他什麽都不知道 为何往生这么好的瑞相,不生病, 遇知时节,暂住往生,傻住往生 经上讲得很清楚, 发菩提心一向尊念,他没有发菩提心, 他怎样往生呢? 侯益大师这句话将我们点破了, 他一生求生淨土,一生一生见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他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你要问他有没有发菩提心, 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什么叫菩提心,他都不懂, 其实他真发了,他不是假的, 所以这些人到极乐世界,才叫做唯正方知, 到这个地方就开悟了, 就不迷惑了, 十念必生, 十念必生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核心, 和我们说明,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 一点都不难, 你看看, 十念都能去, 这十念是什么时候, 临命中时, 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 这样就往生, 所以十念一念, 必定得生, 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圆正三不退, 这是什么人呢? 圆满正德三种不退转, 阿罗汉这三种不退, 他只有一个, 唯不退, 阿罗汉是小成人, 小成, 决定不会退转做六道凡夫, 六道里面, 上面包括二十八层天, 下面一直到阿被地狱, 都称为凡夫, 阿罗汉决定不会再退堕这个地方, 这叫头一个正德, 唯不退, 地位不退, 第二个, 菩萨正德行不退, 换句话说, 阿罗汉逼知佛在行, 还会退转, 行是什么? 道化众生, 众生难道, 算了, 不道他了, 退心了, 阿罗汉逼知佛有, 到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退心了, 菩萨不退心, 菩萨再难道, 他也要帮助他, 所以菩萨有行不退, 菩萨行不退, 但是念仍会退, 仍不稳定, 明心见性的法身菩萨, 便成佛了, 他正德念不退, 念念趣向无上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他在一条路上, 直接要正德, 究竟佛果, 正尽不退, 三种不退, 而现在, 弥陀本愿里面告诉我们,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三种不退, 这三种不退, 你都正德, 换句说话, 我们现在地位是凡夫, 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在这个世界, 我们连少少的衰陀魂都比不上, 衰陀魂是小盛初果, 阿罗汉是四果, 四果四项, 我们就好像学校读书那样, 四果四项是八个年级, 一年级, 两年级, 三年级, 八年级, 八年级才是阿罗汉, 衰陀魂是几年级呢? 二年级, 我们连不上它, 甚至我们一年级都连不上, 一年级是什么人? 真干, 他才会升二年级, 现在我们在一年级, 不真干, 年年流级, 升不上了, 我们做这个, 升不上去, 年年流级, 就在这状况之下, 遇到静土法门, 正叫平暴登天, 一下就缘正三不退, 你说得了吗? 所以这个法门叫做难信之法 怎样人难信呢?菩萨不相信 菩萨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你太便宜了,人家修行多辛苦 修无量劫才修到这个地位 就修阿罗汉也不简单 你看看,正到二年级正初果 从初果到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人间寿命不长,天上寿命不长 七次往返便正得阿罗汉 从阿罗汉再经历菩萨也成佛 时间是很长很长 今年的正宗,哪有十年一年就往生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地位超过他们 超过他太多了 你说他相信吗? 怎样解释呢? 只可以说他们没有福报 他们没有善根 没有福报,没有遇到 没有善根,遇到他不相信 他怀疑机会错过了 我们这些人有福报,糊涂人 糊涂人有糊涂福 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 中国人说,傻人有傻福 那就是真的上去 真的超越阿罗汉,超越菩萨 福以巨足,无量不可施以庄严 故万物严静,窮微极妙,光映如镜,切照十方 逐光安乐,久灭善生 这个是说他的世界美好 美好从哪里来呢? 美好是无量不可施以的庄严 这些庄严 在极乐世界全都是表法 全都是教育 不是只是看看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都能帮助我们 断烦恼开智慧 表法 我们要明白的 这个世间根接触六层境界 没有两样 通通都是表法 我们实在说,迷得太深了 杂气太重,看不出来 接触到了 他就生烦恼 他不生智慧 在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你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 六根所看到的 外面境界 不生烦恼 自生自为 所以 你得到极乐世界 你得到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 我们没有去之前 心不清淨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心就清淨 心是阿弥陀佛 没有其他杂念 一念清淨心 便感应到淨土 你这个地方去 你这个清淨心 永远保持 不会失掉 这个能保持 就是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这些是阿弥陀佛 对一切众生 无语论比的恩德 我们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加持 我们呢 这个地方不能加持 什么原因呢 这个环境不好 它加持你 你一接触外境的环境 探称之万又来了 所以极乐世界 它加持你 你在极乐世界 绝对不会生起 担心痴万这个念头 这个环境好 所以极乐世界 我经常跟人说 诸佛如来 在十方世界 建成道立 道化众生的道场 这是一个实现点 最完善的一个实现点 因此 一切诸佛如来 将这个最不好道的众生 都介绍到西方的世界去 真正慈悲到极处 没有一尊佛 不是跟阿弥陀佛的赞助人 跟他介绍弟子 跟他招生 保送他到极乐世界 这是十方诸佛干的事情 是十方诸佛如来 尊称阿弥陀佛为 江中极尊佛中之王 好似相当 70里 这个小实验点 做得很好 天下 几百个诸佛国 尊佛为天子 周文王以一百里 一个小地方 做实现点 做好了 八百诸佛 尊佛为天子 所以阿弥陀佛 亦都建立一个实现点 极乐世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尊佛为佛中之王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新加坡曾经多次 港经都提到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 城市国家 它的一国就是一个城市 不要小看它 如果真正学阿弥陀佛 将这个小城市 建立为全世界第一个示范城市 它就是地球上的阿弥陀佛 在这个小地区 落实伦理 道德 因果 宗教教育 它就变成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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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国家的人民 和谐 安定 繁荣 兴旺 幸福 美满 世界第一 在那里住了三年 福布不够 我离开了 三年半 在那边做的事情 把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成为一家 好像兄弟姊妹一样 当时的总统是 王顶昌 非常欢喜 王总统夫妇 两个都是好人 两个都过世了 我们真学佛 就要将这些教训常常放在心上 要做第一个人 要做到人类当中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好人 第一个好人 第一个好人是什么呢 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 阿弥陀佛 你一生就念一部 无量寿经 一句佛号 你就是这个世间的第一个好人 天地鬼神尊敬你 你能够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养 放下五欲六尘 放下贪亲千万 你是一切人的一个好榜样 然后影响你一个家庭 你这个家庭是全世界的第一个家庭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你要看 这个叫弘法离生 这是正法九住 正法九住靠哪个 靠我 靠我 靠我家 我这个家庭是佛化家庭 人人都能够依照佛经典的教训去落实 以照经典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 一家人大大小小 男女老少都共同遵守 和六亲爱 做出家的好榜样 你会影响你的亲戚朋友邻居 然后扩大的时候 将你的事业 造成同行里面的第一 你将佛经上这些东西落实 落实在你公司行号里面 落实在所有员工上 你这个事业 是三宝事业 你这个事业里面 是具足无量不可施以庄严 个人如是 家庭如是 知事如是 十年 二十年 你会影响这个地区 影响这个城市 到这个时候 我相信经上所说的 这些统统出现 这是什么呢 万物而静 庄严清静 我在2000年 从新加坡移民到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明年 是我们学院正式成立 十周年 我们会做一个活动 确实 我们是向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下十年 下十年当中 我们跟着这个小城市的居民 融成一片 好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的做法 亦都是随缘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十年前 十年前 学院成立的一天 我们开了一个晚会 招待 招待 他们 周边三条街 就是周边三条街的居民 我们发了请帖 邀请他们 我们是鄰居 新来的鄰居 请他们吃晚饭 跟他们报告 我们到这里来 居住 我们一个 一个是佛教的团体 他们这个事 觉得很新鲜 因为从来没有佛教 这个小城市只有基督教 没有佛教 我们到这边来 跟大家做鄰居 跟他们做个说明会 大家吃饭 吃得很开心 会后 就有很多人来 跟我说 他说 法师 你这样的活动 能不能够多办几次 他很欢喜 多办几次 我说 那天当时 我们就决定 每个星期六 我们就叫做 温馨万宴 免费招待 图文巴 这个小城 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吃饭 这个晚会做了十年 每个星期六晚上 做了十年 现在 连这个小城市里面 不同宗教都来参加 而且还有表演 这是万物严静庄严 我们的邻居非常爱护我们 很多人想买这个房子 他都不卖 他说 这个邻居太好了 我喜欢这个地方 寻不得离开 我们那边种菜 我们现在也十年了 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学习种菜 十年了 我们的菜园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种的菜 都有几十种 平时我们学院吃饭 大概有六七十人 办活动的时候 就有一千人了 我们的菜园 每天可以供给一千人吃饭 这个菜园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莊严清淨 我们对这些小虫 我们与小虫 沟通 我们对他礼敬 称他为菩萨 跟他们往来 我们都要合掌恭敬 称小虫菩萨 小鸟菩萨 雅矮菩萨 我们的菜园里面 转换有一块 我们亦都天天用心来种植 转换供养这些小虫 你们要来吃的时候 我们供养你 你们有个区域 转到那里去 小鸟也是这样 小鸟吃水果 我们水果树很多 也大概有二三十种 不同的品种 指定几棵树供小鸟肉 不是指定的 他们决定不会侵犯 十年 不是短的时间 非常熟性 我们跟小动物相处 比人更好相处 他们听话 说信用 他们手信用 人就不同了 这些小鸟小虫非常好相处 从今年开始 我们想大概种的 稻米 种小麦 种煮食 因为时期听科学家报告 将来会有粮食危机 农业很多地方因为气候变化欠收 所以我们天天将收学的功德回向比十方 祈求这些地区 风调雨顺 这些区域 小灾小难 我们自己种粮食 所以现在土药问题严重 化肥农药 将土地毒害 所以土地生产出来的东西 都是带有病毒 不健康 这些都是人类自作自受 我们学法的人 学法没有分别 就是学 恭敬 情信 对人对事对物 故万物严静 雄微极妙 光盈如镜 切照十方 足光安乐 狗灭善生 这个狗就是吾善的 吾善的念头都要灭 吾善的行为当然没有 你所生起的都是善念 善心 善念 善言 善行 从我们这个小点做起 慢慢扩大影响 我们的目标 因为这个十年的基础奠定下来 明年的活动 我们这个小城里面 所有的宗教都会来参加 我们的市长支持我们的理念 总理鼓励我们努力去做 将这个小城市 这个小城市居民只有十万人 希望做到世界的无范城市 小城市 小城市的居民都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 互相照顾 互相关怀 互相合作 这些小城市 小城市很亲切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这个目标 我们希望三年到五年将它完成 在现前这个基础上 我们已经有了信心 三年五年将它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和谐 幸福美满的示范城市 今年年初 我回去看看市长换了 换了一个新市长 他就有意思 想将这个小城市 成为一个无范城市 我们一说 就志同道合 我说你这个理想可以实意 我们全心全力配合你 这个年轻人很有作为 下方便是 我们来学习做示范点的 其香普分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这里讲极乐世界 它影响到十方世界 这个点 我们在这个小城市里头 我们有学院 这个小点 影响到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做成功了 是一个落实伦理的城市 落实道德的城市 落实因果宗教教育的城市 慢慢影响这个地区 昆士兰 再扩大 就影响到整个国家澳大利 我们大家努力不懈 好好去做 到影响到一个城市 实际上 实际上就会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会将这个城市 每一日 人民生活点点滴滴 和卫星电视 向全世界播放 大家明白用意是什么 你就要知道 招商 全世界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参观 都到这个地方来考察 这个小城市 不要干别的行业 只干观光旅游的事业 就可以了 多搞小旅馆 多搞这些饮食 全是有机的饮食 我们专门做服务业 其他的都不做 客人乐意不绝 到这个地方来 看到之后 回去一定会自动宣传 世界上有这个好的地方 所以很快 因为现在媒体太发达 太方便了 很短的时间 全世界人都知道 都会到这个小点来 考察观光旅游来学习 这个城市就出名了 第一个高兴是市长 他的政绩成功了 将来如果竞选总统 肯定要投他一票 他一当总统 就把全国都带起来 那就影响到全世界了 所以世界真正安定和平 化解所有冲突矛盾 就在这里做起 《无量寿经》给我们的贡献 《无量寿经》教我们的 我们学了要真干 做这么多好事 这是真实功德 以这些功德回向念佛求生正土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股长欢迎你 你的确是现在人所说的活学活用 真正利益众生 将佛法从这个地区发扬光大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